后一后周 夫妻进婚床 老婆碰都不让老公碰 其实抱怨丈夫是个大老粗 她不懂得临相欣欲的人 没有强调 没有情调的人 不懂生活的人 丈夫埋怨妻子不懂自己的心 我死了之后 我的一份都是你的 谁也得不准法律被保护你的 双方互相指责 究竟原因丈夫竟是个促权 手机往地上一摔 跳舞跳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到处找找不到你 没能有一个外界的 一直追求她 甚至她已经搬到她那边去住 经济收看新老娘舅 我的柔情你永远不懂 调姐开始前 妻子银女士就向我们表示 今天来她就是想痛痛快快地 结束这段折磨她11年的婚姻 我今天来我想解脱我这段痛苦的婚姻 因为我从02年结婚一直到现在 一直感到没有不开心 一直不开心 经济上压力 精神上不开心 我们在一块没有共同的语言 没有共同的兴趣 也没有共同的爱好 现在我想摆脱她 跟她分开 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精神交流 夫妻间除了吵架 平时根本没话说 这样的日子 妻女士受够了 那么丈夫王先生 又是怎么想的呢 哎呀 共同女生 都在哪里讲法子呢 我讲我 我把人都比你为主 我实在是不知道 我们夫妻之间 你和这没有什么的 对吧 你要吃什么 你说一下 我去买 十如几分 可以使到一日 这个离分 丈夫根本不想离婚 觉得妻子实在太难伺候 自己不是不想对她好 就是读不懂她的心 那么妻子理想中的婚姻 究竟是怎样的呢 儿子的夫妻 到底是分还是合呢 在编导的代理下 双方来到场上 开始调集 家长一短不用愁 都来找我们老娘就 观众朋友您好 您先收看 那是每晚六点半 为您播出的新老娘就节目 我是海燕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 和上海市司法局 共同主办 如果遇到纠纷麻烦的事情 欢迎拨打我们屏幕 下方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 而且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今天来为我们调解的 大家非常的熟悉了 著名主持人 金化统蔚来老师 蔚老师您好 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当事年女士 您好 今天到这边来 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想要解决 我想解脱这个婚姻 因为我从结婚到现在 11年多了 我一直很痛苦 很压抑 求助无门 我也想 觉得跟她已经是 第二次婚姻了 也想帮这段婚姻过下去 原来 姨女士和王先生 是再婚夫妻 而且分别在上一段婚姻中 有孩子 但不与他们同住 照理说 这对再婚夫妻的生活 应该没有太多干扰 可以过上甜蜜的二人世界 怎么就做不下去了呢 最主要在一起 不开心不快乐 什么事情 最大的事情 导致你不开心不快乐 是什么 我感到这个各方面 各方面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吃不到一块 住不到一块 谈不到一块 这个婚姻 你说有什么意思 我们来说说看 吃不到一块 住不到一块 谈不到一块 首先吃不到一块 什么意思 我是安徽北方人 我以面试为主 他吃正常 他身体好好的 他是要吃米饭的 就是什么呀 一天有三顿呢 三顿 就是大家各自各的 讲不好听话 我们结婚 就是在一个床上 同居一个礼拜 后来的就是 我说赶快的这个 我接受不了 大家就是各睡各的房间 到现在为止 什么 婚后两人同床才一个礼拜 妻子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丈夫那天晚上 究竟都干了些啥 让妻子谈虎色变呢 我们今天 王先生也来到现场 来 有请 丈夫王先生的上场 究竟会说些什么呢 一个星期就跟你分居了 是的吧 为什么呢 当时呢 他没有说什么 说我打妇虏 那我说好 你打妇虏 那我就睡到隔壁房间去 影响你的睡觉 对吧 那我也是 成为爱 我也睡到旁边 房间去了 但是 我自己心里难受呀 我好几次了 睡过去 他说 你还是睡到隔壁去 你在这里睡不着的 你要睡着了 我要把你推醒的 哎呦 我没办法 因为我开车的 我不能睡你不走 你开车的 嗯 那这哪像两口子呀 这哪像两口子 是不像 是不像 你把人家赶出去干嘛呀 我不喜欢 我接受不了 你是不喜欢他 还是不喜欢 所有打呼噜的男人 他什么我都不喜欢 我就起来 慢慢就患上忧郁症 就慢慢地 一直动看 洗看一看 这个忧郁症 不要自己给自己下定义啊 是的 你们那个 那个精神卫生中心 都有底部 原来丈夫睡觉时 呼声太大 搞得妻子难以入眠 其实这事也挺条件 分开睡就分开睡呗 怎么搞得妻子 还患上了忧郁症呢 自从这一次一累 那么我受到个人隐私问题了 我想 我说我提出 夫妻生活 夫妻生活 她是不会答应了 我说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我有需求 我不需要 所以一年 我起要求 蛮要求 我后来是 两三次三十次 一年 后来我妈妈妈妈妈 我想 你是我喜欢做的 我哪怕什么 我不能到外面去 出门 后来我妈妈妈妈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向前 所以你没有做过背叛她的事情 我是不会的 因为我喜欢的 我是哪怕什么不会做的 你让人家已婚享受未婚待遇 这个夫妻生活 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结合 不是人毕竟有感情的 不是畜生 有需求拉到一起 对吧 这个需要培养这种感情 培养这种气氛的 我是一个 你都不让人家睡在你 一个房间 人家怎么跟你培养气氛呢 那也不是这么说 那平时生活上 他是个过日子人 我承认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 生活作坟不好 不过日子人 是你不跟人家 你拒绝人家呀 因为他没有 没有达到我喜欢的目标 他没有做得到 我心目中喜欢的那种 他不懂得临想心意的人 没有强调 没有情调的人 不懂生活 妻子觉得 夫妻生活要先有情调 才能有激情 像他们家老王 这么一个大老粗 不再让他难以进入状态 那么既然老王身上 没有一点能够吸引妻子的 那么当初 两人是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 当时又发生了 什么不为人知的语情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怕上火 更多人喝加多宝 中国 美卖十罐凉茶 七罐加多宝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 喝加多宝 哇 陆飞 咦 还有罗宾 无所谱 航海王 只要九元 哇 没看错 来麦当劳 只要买任意超纸套餐 加九元 就得航海王一个 哇 富兰奇 要我下台 下台 小白狼首次登陆大萤幕 展开狼王之争 谁又将是新京草原新的霸主 小人国 隐身一 超级眼镜 五百种灰太狼发明乐翻天 还在等什么 喜洋洋与灰太狼首期大电影 我爱灰太狼二 八月一日 全国爆笑上映 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真要命 牙周炎到底有多恐怖呢 又尖又黄又黑 再有这个牙色的话 更多精彩 敬敬期待 七月二十五日周四晚八点 新娱乐三十六度期 绝世好男深入人心 人嫌其胃一额很受伤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是谁令她怦然心动 硬汗也会心态软 是谁令她如此感伤 本周日可凡清听 专访人嫌其 Zither Harp 练上这座城 爱上上海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正式启动 热爱歌曲创作 怀揣中国梦的你 岂能错过 5月28日至8月31日 登陆东方网 通过定点或网络报名 即可参与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抒发美好情怀 唱下中国梦 爱威尔加盟极限调趴 与你一起挑战3D光影炫酷滑板 统一冰红茶 年轻无际限 就等你来 再婚11年 婚后一周进分团 讲不好听话 我们结婚就是 在一个床上同居一个礼拜 后来的就是各随各的 我有需求 我吃要求 蛮要求 两三四三四次 我不喜欢 我接受不了 观众老娘舅 究竟说了什么 让妻子掩面而泣 说到你心里去了 我的柔情你永远不懂 正在播出 广告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新老娘舅 屏幕下方用我们的热线电话 欢迎您拨打 我们的调节完全没费 我从不了解 从认识到结婚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你们再婚也是属于闪婚了 对 从认识到结婚半个月 这半个月 怎么就让你决定 就可以结婚呢 我一个人漂泊了几年 有一个人突然地对你好 又说一些花言巧语 我当时也感觉 他也蛮真诚的 他提出结婚我就说了 我说我们认识时间这么短 你对我也不了解 我对你也不了解 结什么怎么能结婚呢 但是还是结了 他就对我说了 他说你 我前妻是我父母包办的 我支持他的原话 你是我自己找的 我会永远都像现在对你这么好 我说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好的 也不会做家务事的 他说你只要不做背叛我的事情 我什么都无所谓的 好 这是当年一个男人 想要娶一个女人的时候的承诺 你有什么我卖房子都要给你看的 那这个是挺打动人的 但是我记得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说当时是不了解的 对吗 对 就是被他这些花言巧语 你现在了解他了吗 结婚一个星期我就了解了 我就知道他的真相了 打电 邮电局打电话 限费六百块两个月 没有多久他前期的侄子 油电局 电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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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欠费两个月 他前期的侄子跑上门讨债 我脑子一下就闷了 当时欠多少钱在外面 三万多 一共欠三万多 三万多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 我当然我事先不知道 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一样 我来问一下王先生这边 之前在外面欠的有钱 跟人家说了没 我没有说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说 因为我在外面住的一些工程会 和在我们本地的住的工程会 我约会里翻掉这三万块钱 还可以堵出来好几万 但是呢 我想不到 在那个福北住的工程会 一直约不上来 但撑起来我罪 才约上了几千块钱 后他接了福音 哦 就是 其实你也是因为连环债嘛 就是你欠人家的 人家又有人欠你的 最主要呢 我是对前妻抗病 会下的债 您跟前妻生病了 当时 癌症 后来您是属于 去世了 您是属于上 那之前的一个 他还说是你父母包办的 以前的 是的 是父母包办的 但是你还是送中了 还是把他陪伴到他去世 他生病什么 我是一直没有离开他的 一直退着 这也要生病的 原来老王还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欠下的债 也是为了替前妻看病 可是他的这份情谊 到了受任期的这边 就是一种负担 我结婚的家人 肯定想要卸掉 也轻松一点 不仅没有轻松 反而觉得又 又担子又重了 还好啊 你起码不用付房租了 那我吃亏的大了 我什么 我不用付房租了 房租一个月 也要几百块 我不找他 我当时是在 要在西州买房子的 那个02年房价 这么便宜 我打算首先 给自己买个家 西州那时候十五万能买 那你干嘛后来不买呢 他一个月用不了 你多少钱 你听我说呀 03年的下半年 他的一个推土机卖掉了 把外债还掉 还掉 还剩下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他看我做 他也接不到生意 接到生意钱也难逃 他就看我这个生意还可以 他就借我投资 他还剩六千块嘛 又给他办个驾照 又买个旧的车子 总共花了两万多 我又花了两万多块钱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既然嫁给他 也许就是命嘛 我就是觉得认命 所以我把我的积蓄 拿出来投资 希望能帮他扶起来 赚到钱了吗 赚是赚点小钱 没赚到大钱 我心里这个心结就是 我当02年的几万块钱 我可以买套房子的 我弄到现在 我到现在住的没有保障 生活没有保障 他还要经常跟我吵闹 他还要心疯狭 跟男的不能说话 跟女的不能说话 说话了他就 跟女的说话 他说你说他坏话 跟男的说话 他说你这个男的 对你有目的 本来这一结婚 妻子就觉得 他和预期的差得有点远 谁知丈夫还是个醋坛子 醋劲一上来 让自己难以忍受 今年春节前吧 我参加了一个 他们西渡社区一个 文艺宣传队 那个跳舞 那夏天 带着手机 带着水 都那个水 把那个手机搞湿了 他打不通 找也 那个没找到 找不到你 我十点钟回来 到楼底下 很正常的了 手机往地上一摔 跳舞 跳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到处找不到你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以为我在撒谎了 我说你不相信 还有那里 还有他们在唱歌 你去问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后来证实了 他在罢休 连信任 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你说跟男的多说话吗 你说担心 出现在好多人身上 但是连女的都不能说话 这事 有吗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在外面 你不能问他 把我说到一塌无路 你怎么知道 别人都对我说的 你不能问他看 他也说了 对我亲哥说了 我是说男人坏话 嘴唄唄唄 一直说的 那今天见到了你 第二次不说的 第二次见到你 把我说的一塌无路 他说什么呀 说你什么呀 走个说我骗他啊 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对他什么 拿着欠债啊 说的是一塌无路 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什么 不存在什么坏话不坏话的 我是说我的真实感受 我无法忍受他 他控制我的行为自由 我这是精神保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跟他不开心了 我2000年到梅龙 我梅龙有熟人 刚到西都没有认识的 我要到梅龙去 是跑跑散散行 他阻止我 不让我去 当时我和他没有谈的时候 梅龙有一个外地的 一直追究他 甚至他已经搬到他那边去住 前男友 不算不算不算 这个可我声明一下 不算 就是搬到他那边去住了 对吧 那么后来到西都 你不要说话说的不对 我是租房子 这个是租的房子 给房租的 什么搬到他那边住了 说话不要说得清楚一点 搬到这个饭店 我是付房租的 我不是搬到 没有搬到一起同居 跟你说 我知道 我没有说同居 搬到他那边去住 可是你让我们误解了 你让我们误解了 就是你说这个话 让人家听到 搬到我去住了 我以为跟人家 对吧 这个男的 那么他也 他也搬到这个饭店去住了 我是付房租的 但是他对我说的 他是一直在追究他 我没有答应过 那么后 他没有答应嫁给他 对吧 他衣服什么 就跟男的一直对他洗衣什么的 他在这个时代 对的 你说错了 没有一直 哎呀 那我 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他在退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让他去梅龙呢 他和我生气了 那么他要梅龙去 我说你这样子的 你梅龙去呢 我也去 我是这样子的 梅龙那么大 他就是去找这个人的吗 不是 这个人也是这梅龙呀 我就说梅龙那么大呀 他去的就是这个地方 他其他地方 不认识呀 他又以为什么 人生地不说 这亏地方 他是说人呀 我假设不嫁给他 我现在 不会现在这个身家了 我的钱 在西都买套房子 现在要增值几十万了 买个一时一天 也要四五十万了 现在 我这一点在我心里 也是难打的结 我对他始终有这个 怨恨的 你住在他那边 他还有一套房子吗 你们可以一起住啊 这个房子现在 我跟你说 02年结婚 03年大女儿 搞到他的名下去了 现在也 这个住的这套房子 是他大女儿的 我现在 所以我现在 我住的没保障 生存没保障 我说不好听 我死在他前面无所谓 我死在他后面 马上我要滚蛋 妻子这会儿 谈到一个生活保障的问题 那么他究竟 要怎样的保障呢 丈夫说出了问题的根据 他最主要是 不开心是 未来有房子 有房子了 没要到 他怎么对我说 我跟你生一年了 我离一个保障都没有 属于他名下的住房都没有 我说 我把你户口签了 有这份登记证事 对你最大的保障 我死了之后 我的一份都是你的 谁也得不走 法律被保护你的 你房子了之后 你担忧什么 我不要他的财产 如果离婚的话 离婚他的房子 我不要他 这个男人现在 你是真的不想要了 还是是有缓和的余地 我真的不想要了 我离开他 我觉得眼不见心不烦 也许会好一点 跟他活一起心累 丈夫也表示过了 以后自己的东西 都是妻子的 可是你女士却并不接受 那么精神和物质 他都不要 到底他要什么呢 我们的观众老牛舅 可早就看明白了 我觉得想对先生 说一句比较残忍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面前 这位女士从表面上来看 她已经不爱你了 因为我也是一个女人 当一个女的爱一个男的时候 这个男的任何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但是当一个女的 不爱这个男的时候 可能在别的女人眼里的优点 在她眼里也是缺点 因为对于 忧郁症啊 比你来说 因为她应该是 因为她的谈吐啊 什么的 她应该是 恢复得比较好啊 根本对于 原本身过忧郁症 可能她比你来说 也想和打不问 来自于负面了 不安全感 敏感性 肯定是要比 一般人要强烈了 根本能应该 你家也包容 她能继续作为 她的丈夫 应该都在家 都包容 要一种困境 从死到二种困境 打开自己的心结 从困境中走出来 虽然无希望 能要是想挽回 给对婚姻来我 能要付特别那老婆 都得多了 说到你心里去了 观众老娘舅 及律师的一番话 说到了 尹女士的心坎里 终于有人 说出了她的心声 她不仅颜面而起 老娘舅未来 抓准时机 赶紧将尹女士 带进密室 那么在私密的空间里 尹女士 是否能敞开心扉 接受调解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打造近白 我姓事实 黑人专严亮白牙膏 配方形成保护层 减少80%色素附着 去除色斑 三倍效能 只讲事实 不讲故事 黑人专严亮白 哇 陆飞 咦 还有罗宾 乌索普 航海王 只要9元 没看错 来麦当劳 只要买任意超纸套餐 加9元 就得航海王一个 带给你欢乐的列车掌 只相约囧图 欢迎来到茉莉花剧场 是插头司机 还是印度空姐 超级配角 一个人19个角色 笑翻全场 只有在寻找初恋 才能看到 浪漫爱情乐剧 惊吓热眼 上海市人民政府 征兵办 女兵征级公告 凡年满17到19周岁 普通高中英届毕业生 和年满20周岁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 在校生 及年满22周岁的 英届毕业生 身高在160公分以上 需本人到 就读高校 武装部 或承办部门 报名当记 自即日起至8月5号 也可以网上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希望每天都来 卖牙的香气 行家呀 尝尝我自己创的拔丝筋面 看起来不错啊 吃起来更不错 这个面甜到掉牙了 是你牙齿不好吧 大叔 来 易达 我知道 吃完来两粒 你很有想法 跟我学做菜吧 你谁呀 大叔 好多 易达 关爱牙齿 更关心你 吃完喝完 叫易达 准备 早餐来了 薯饼 咖啡 不加奶 还有 培根蛋香煎饼 新的哦 多挑剔 也新来的早餐 麦当劳培根蛋香煎饼 新老娘舅作为全国首档调解类栏目 这里有直指人心的调解 哪个中夫妻去结婚做啥 你觉得国家的影分是啥选的吧 枪毙 精心动魄的情节 最原生状态的真人真事 签计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免费调解 贡献和谐 你说一个是什么样子你能接受他 还有你真的那么跟他一刀两断 你说你这个条件 你这个年龄 你还准备继续生活下去吗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是决心一个人 我因为 因为我觉得 结束一段痛苦的婚姻 对双方都是一种结果 你第二次来 你第二次来 我不想有第三次了 我打算跟他离开以后 一个人过下去 虽然蔚蓝苦口婆心 反复劝说 可是姨女士要离婚的态度 依然是斩钉截铁 可是毕竟丈夫对她是一心一意 就这么结束这段婚姻 未免太可惜了 我现在给你推心致富的谭妹妹啊 实际你这些家里套的这么多 就是一个你想的什么呢 包括抑郁症 房子问题啊 将来的问题啊 她挣不了钱的问题啊 她欺骗过我的问题 实际上你们俩 11年的爱情长跑 这里面只是几个小事情 都是迎人而解的事情 非常好弄的 就像你说的 因为你不爱她 你们俩既然能够 半个月就爱成那样 完了就结婚 迅速的一个礼拜 把她全看透了 那你干嘛不多看看她呢 结果结了婚以后看了11年 对吧 11年得出这个结果了 是有两个星期结了婚 一个星期发现的 那老早就好 这个说OK了 对不对 这是我要跟你说的一个问题 第二这个男生啊 这个先生 你说你这个自己爱的这个人 是不是 你看那样细皮嫩肉的 食指如葱的 他肯定是干活不如我们这些人 是不是 得搬养着的 你没这思想准备 你追人家 天天跟着没话找话 结果人家跟男的说话也不行 跟女的说话也不行 那你当初是怎么追人家的 不是去找话去了吗 对不对 你们俩是一见钟情 立马就好 一怒之下立马就倒 你们俩属于这种人 知道吧 这个女的还有一个什么部族 你知道吧 你俩结婚的时候啊 她四十来岁是吧 属于这个如狼四虎的阶段 是不是 然后你如此冷落她 变成了如今思可的结果 是不是 这个咱们女性啊 妻子了这个体量的太少了 那么反过来说你呢 作为你男性来讲 心胸要宽广 该说的说到 该做的做到 该协议的协议到 对吧 这样我们好和好散 我唯一的一个建议是希望 你再去连着看几次心理医生 做几次心理咨询 起码不要在你特别负面的时候 特别忧伤的时候 来做离婚的决定 如果你在不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日子还是没法过了 我觉得你有权决定你今后的人生 我们也不是拉郎配 硬要你们在一起 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你们之间的感情还剩多少分量 我最后只是想说 我希望特别是我们再婚的夫妻 在遇到另外一个 你愿意跟他走下半辈子的人的时候 请你慎重慎重再慎重 不要那么快的被所谓的感情 冲热了头脑 因为如果你们感情基础 那么薄弱的话 再婚后真的会发生很多事 而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们将是零容忍 你们不会包容对方的哪怕一点点错误 那么你们即将面临的是再一次 失婚再一次选择 对于你们来说 我们不希望你们的痛苦那么多